台湾又湿又闷的天气造成水气渗入 家中墙壁开始斑驳 有其脱落出现恼人的臂癌 房间出现各式各样防臂癌的硅藻土涂料喷雾 广告强调喷完后水完全不会渗进去 官网上也说明喷雾里面不止加了硅藻土 还有太白粉是以微粒因子迅速填补缝隙 其实硅藻土是天然的沉积岩具备多孔性 可以降低家中的湿度吸水除受作用 最常见的就是硅藻土浴室地垫杯垫牙刷架等 却变成喷雾号称可以防臂癌是真的吗 室内设计事业坦言轻微的臂癌 也许还能够靠奔雾涂料处理 毕竟出现的状况下已经比较严重 建议找专业的来咖透懂 找专业师傅处理通常第一件事情会进行抓漏 找出漏水点再进行老面强化的处理 才会陆续着手补偿的工作 不过手头比较紧 加重又简易的DIY补救方式 事前准备刮刀油漆刷子跟水桶 以及专门处理臂癌用的细酸值 原来在形成碳酸钙前 细酸值会先涨出结晶 有效阻隔臂癌复发或是生成 提别新闻养青婆吃醇台北采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